女魔头还没踏入公司 她的助理就会慌张地敲响警钟 文风丧胆的员工们就会开始梳妆 整理桌面并扔掉没吃完的早餐 手忙脚乱地让自己看起来体面些 这个一头白发 打扮时髦且狂拽酷炫的女人 就是著名时尚杂志的女魔头 由于女魔头的冷酷与权威 她的员工们都对她颇为敬畏 她总会对助理提出离谱到逆天的要求 比如在凌晨六点就打电话给助理 用机关枪的语速说出一箩筐命令 没等助理记下来 她就不耐烦地挂断电话了 女魔头每次一来公司 就会把衣服丢到助理的桌上 然后开始布置一堆任务 助理只好一一接受并适应 她还会让助理在罗琳还没出版书之前 就拿到哈利波特的新手稿 寄给她的女儿看 每个员工提起女魔头都谈虎色变 但每个有时尚梦想的女孩 都渴望来到她手下工作 因为女魔头是时尚圈的风向标 人们都已在她手下工作过为荣 这会成为相当不错的履历 不论在跳槽到哪家杂志公司 都会被人刮目相看 所以女魔头的助理岗位就是金饭碗 但是在这个助理来面试时 女魔头却第一次被震惊了 因为助理不但没听过她的鼎鼎大门 还对时尚一无所知 然而这样的菜鸟却被女魔头雇佣了 原因是她有着漂亮的简历 女魔头期待她有不同于花瓶的聪明机敏 就这样 助理拿到了这份很多女孩都梦寐以求的工作 女魔头在暴风雨天打电话给助理 要求她立马给自己安排好航班 眼看外面电闪雷鸣 大树都要被刮倒 助理上哪里去找能坐的飞机 当地的机场早就因为天气原因暂停运营 难道要去请战斗机来接女魔头 无奈之下 助理只好打爆了能打的电话 但仍然一无所获 虽然助理没有被炒鱿鱼 但她免不了要遭受女魔头的白眼 还得遭受同事们嫌弃的目光 因为助理是个打扮普通的土包子 看不懂时尚圈的装饰 她看着女魔头为两条类似的腰带琢磨半天 忍不住笑出了声 引起了众人的注视 助理呆愣了一会儿 才发现自己闯祸了 女魔头对她态度感到非常不满 并极其犀利地嘲讽了她一番 才暂时放过了她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助理因为没有完成女魔头的任务 女魔头给她来了个下马威 助理感到非常委屈 但女魔头警告她 再不做好事情就卷铺盖走人 多的是女孩想要这份工作 女魔头不会雇佣愚蠢的女孩 希望助理好自为之 助理显然被女魔头的话伤到了 她的眼眶含着泪倾诉的 但女魔头不耐烦地打断了她 助理感到灰心丧气 于是找到光头诉说委屈 但光头并不吃这套 接着光头向助理讲清楚了现实状况 女魔头所经营的公司是时尚圈的领头羊 这是多少女孩心目中的灯塔 要为了热爱与梦想奋斗 而不是看到眼前的一地鸡毛 助理希望能找到工作的动力与热情 恳求光头帮她准备些时髦衣物 好给她打扮打扮 果然没有让助理失望 光头带给了她丰富的时尚单品 穿着刀翅一番后 助理成为了体面漂亮的大美女 让曾经嫌弃她土包子的同事 都目瞪口呆 这翻天覆地的变化 让同事和女魔头都对她刮目相看 随着助理的业务能力越来越娴熟 她的休闲时间也被工作剥夺的不剩多少 助理没法很好地陪在男朋友身边 和她的朋友们也渐行渐远 助理因为陪同女魔头出行 见识了时尚圈有多么的光鲜亮丽 她也在接触更加广阔的朋友圈 结识了很多名人朋友 助理在宴会上认识了一个作家 作家在她忙得不可开交时 经常会帮她一把 这让二人渐渐产生了情愫 但助理还是放不下男朋友 直到男朋友的生日那天 助理仍然选择在外工作到很晚 才回家给男朋友庆生 眼看男朋友生气了 助理对她表示抱歉 但男朋友已经不相信助理了 只是淡然地转身离开 随后助理的同事遭遇了车祸 只能待在病床上休养生息 于是女魔头将本应该属于同事的机会 给了助理 当同事得知助理要代替自己 陪同女魔头去巴黎时装周 她再也忍受不了了 同事抱怨着不公平 认为助理不应该得到那些名牌衣服 那些本不属于她这个土包子 而且助理还不控制饮食 这让本就刻苦瘦身的同事 对于备受女魔头青睐的助理 感到无比嫉妒 就这样 助理拿到了巴黎时装周的入场券 奔赴一场绚丽多彩的宴会 看着名魔在舞台上走秀 助理也对着高端大气上档次的宴会 感到心生澎湃 人前光鲜人后受罪 助理看到女魔头素面朝天的憔悴模样 不由得有些心疼她 女魔头第一次这样敞开心扉 说出了自己不顺的婚姻 操心女儿的未来 还有不被人理解的孤单落寞 这些都与她在外光鲜亮丽的样子 截然相反 在她手下做事的员工都敬畏她 在女魔头手下做了很久的光鲜 也终于得到了她的举荐 去到梦寐以求的大厂 光鲜激动地和助理分享这份喜悦 也许这就是这份工作的意义之一吧 虽然员工都不得不提心吊胆地做事 但至少女魔头在业内的名声响亮 即使离职了 也能得到相当不错的履历 不过女魔头的事业却在走下坡路 助理从作家的口中得知 时尚杂志的老板打算换掉女魔头 因为女魔头的薪水太高了 但在老板的眼中 只有雇佣性价比够高的主编 才算做好了生意 助理为女魔头感到不公平 于是助理慌里慌张地要汇报给女魔头 但女魔头有自己的失望 听都不听就挂断了电话 助理火急火燎地跑到会场告诉她 但女魔头是经过大风大浪的女强人 哪里会被这点事吓到 她早就知道了自己会被解聘 还宣布了光头将要应聘的职位 有另一个主编来替代她 光头脸上的笑容僵住了 但也无奈地接受了这个结果 在离开会场的路上 女魔头开启了话题 江还是老的辣 原来女魔头熟知职场的风向 她预判了老板的预判 在老板下达解雇她的消息时 她就给出了一份名单 上面有着她一手栽培的员工 如果女魔头不在了 那么这些优秀的员工也会离职 这样老板就会得不偿失 女魔头宁可卖掉一个光头 也要保住自己的地位 虽然这样的做法不够道德 但职场上的腥风血雨 女魔头都要亲自扛下 她还反驳了助理的看法 因为她认为助理也是同道中人 助理在工作上手后 就慢慢挤掉了同事的位置 成为女魔头最信赖的助理 虽然助理嘴上说着她没得选 但女魔头还是毫不留情地戳穿了她 在看似被迫的加班和随时待命中 助理成为了内卷王 女魔头认为助理和她一样有野心 是会不断向上爬的人 但是助理竭力证明自己并非如此 进入时尚圈只是意外 并不是自己的初心 然而女魔头直接否认了助理的说辞 认为她在狡辩 因为时尚圈的光鲜亮丽 是每个人都渴求的 说完 女魔头就戴上了墨镜 露出了标准的假笑 打开车门 迎接绚烂的闪光灯 还有无尽的掌声 看着女魔头淹没在闪光灯中 助理却醒悟了 这样的浮华永远不是自己想要的 她也无法在残酷的职场中 做到像女魔头这样如鱼得水 助理扭头离开了 女魔头找不到他人 拨通了助理电话 但助理非常潇洒 她笑了笑 洒脱地将手机扔进了水石中 扬长而去 很快 助理就找到了新的工作 来到了她梦寐以求的报社 助理再也不用刻意打扮自己 她穿得随性自然 只要干净整洁就好 她在面试中被问到 为何在前公司只待了那么短的时间 助理尴尬地笑笑 说自己搞砸了事情 不过让她意外的是 女魔头竟然给她写了一封推荐信 正当助理以为自己就要被大批特批时 却听到了让她终生难忘的话 看来助理是百分百能认职了 她笑容满面地从报社出来 将以前的名牌衣服全都有寄给了同事 同事虽然嘴硬 但还是撇着嘴接受了她的好意 在路上 助理偶遇了女魔头 看着她依旧英姿飒爽的模样 助理冰释前嫌 向她打了个招呼 女魔头一脸冷酷地不搭理她 自顾自递上了车 看到助理从旁边走过 女魔头却卸下了面具 露出了难得的笑容 想必她也在助理的身上 看到了不一样的人生 那是朴实无华的 没有名声与地位加持 但却不需要牺牲生活 不会没有时间经营婚姻和家庭 助理在即将走上事业巅峰的关键时刻 选择了放弃 不再被时尚圈的浮华裹挟 而是遵从了自己内心真实的想法 想要抗拒虚荣本就是一件难事 认清自己更是复杂 但助理恰恰认识到回归自我 才能掌握能量 不被女魔头夺去灵魂